大家好,欢迎收看燕红的手工视频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三花侍女图中 头戴薔薇花侍女的头饰的制作 本期视频分为两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不摇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花簪的部分 那么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不摇部分的制作吧 首先准备好同配件 我们大致摆一下每一个配件的位置 用铜丝来组合头的部分 头的部分在这幅图中像是麦穗 我们这里用两个叶状铜件来进行组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按照视频所示把0.8毫米的铜丝 从中间穿过做骨架 两边流出3厘米固定铜树叶 不摇是古代妇女的重要手势 是一种插在记上的事物 上坠可以摇动的花枝 走起路来随步履的颤动会不停地摇曳 顾名布摇 脏花式女图中的布摇 为多层碎状垂饰 这种布摇从外观 工艺和佩戴的方式来讲 可能是五代的产物 这里会涉及到一些更多的文献知识 我会把我学习的知识整理出来 单独地做一起视频 来分享给大家 这里就不再赘述 红色的玛瑙部分 需要用铜丝布地 再将其和布摇连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按照如视频所示 做出四条小布摇链 我们的布摇整个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做第二部分 花簪的部分 首先我们将1.5毫米的热缩片 打磨成磨砂状 画出三个模板 在热缩片上刻出模板的形状 用剪刀沿边缘剪下 在花瓣中间刻出细密的纹路 用彩色铅笔沿花瓣外 从深到浅进行上色 在花瓣末末尾打瓣 用热缩枪将花瓣进行热缩 再在末尾穿上一根铜丝 用UV胶进行封层 为了还原画中的花簪 这里做的花簪部分 没有按照真实的花来进行制作 而是按照视女图 所佩戴的花的样子 来尽量地还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组合好花瓣后 最后在花瓣上涂上一层工层 这样既可以保持花的颜色不掉 还可以去除反光的塑料杆 叶子的制作方法 可以参考前面海棠花的制作 好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成品展示吧 记得点赞评论关注我哦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